我要用说话的来介绍薄姜 我们看这中间这正方形的这里 表现出很老熟的 很那个很老气的那种薄姜的感觉 然后侧边也还保留一点点的主动失控 可是它的老气就没有那么重 然后你看上面这边很平滑 一点老气都没有完全抹平了 然后再看中间这里老气就很重 看上面这里平滑一点老气都没有 然后所以这个以我来看就是这个是应该是以前 这确定是古玉没错 首先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上面一定是有破损 然后有改建 它一定是把它形状 包含中间刻的这个神兽纹都是另外新夹的 绝对都是后加工古玉 它这个原本是什么形状我不知道 已经无法推测 但是从中间这一块正方 可以看到它这石头很老熟 然后旁侧边也还保留了一点主动失控 上面是完全没有了 磨得一干二净 应该是破损是从上面 这个整个整个的形状 就是完全就是后加工 可是古玉是古玉没错 可是原本是什么形状已经无法得知 就是这样